孔一记 作者 鲁迅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都是当街一个取齿形的大柜台 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做工的人帮午帮晚散了工 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 热热的喝了休息 唐肯多花一文 便可以买一叠盐竹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 如果出到十几文 那就要买一样荤菜 但这些顾客都是短衣帮 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才跺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 要酒 要菜 慢慢的作合 我从十二岁起 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 掌柜说样子太傻 怕伺候不了长山主顾 就在外面做点事吧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 但老老道道 缠家不亲的也很不少 他们往往要亲眼看见黄酒从坛子里咬出 看过胡子底里有水没有 又轻看将胡子放在热水里 然后放心 在这严重监督之下 颤水也很为难 所以过了几天 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 幸亏简头的起面大辞退不得 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植物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 专管我的植物 虽然没有什么失职 但总觉得有些单调 有些无聊 掌柜是一副胸脸孔 主顾也没有好生气 叫人活泼不得 只有孔仪几道店才可以笑几声 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仪几是站着喝酒 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 清白脸色 皱纹 时常夹些伤痕 一部乱蓬蓬的白花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 总是满口知乎者也 叫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 别人便从苗红纸上的 上大人孔仪几 这半懂不懂的话里 替他取下一个绰号 叫做孔仪几 孔仪几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有的叫道 嘿孔仪几 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他不回答 对柜说 问两碗酒 要一碟茴香豆 便排出酒闻大前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 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 孔仪几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 无人清白 什么清白 我前年一亲眼见了 你偷了何家的书 吊着打 孔仪几便战红了脸 额上的亲近 条条站出 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 窃书 窃书 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吗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君子顾穷 什么者乎之类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 孔仪几原来也读过书 但终于没有进学 又不会营生 于是越过越穷 弄到将要讨饭了 幸而写的一笔好字 便替人家抄抄书 换一碗饭吃 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 便是好喝懒做 做不到几天 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宴 一起失踪 如是几次 叫他抄书的人 也没有了 孔一记没有法 便免不了 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但他在我们店里 品性却比别人都好 就是从不拖欠 虽然贱货没有现钱 暂时记在粉板上 但不出一跃 定然还清 从粉板上 失去了孔一记的名字 孔一记喝过半碗酒 帐红的脸色 渐渐复了圆 旁人便又问道 孔一记 你当真认识字吗 孔一记看看问他的人 显出不屑辩的神器 他们便接着说道 你怎么连半个秀才 拉不到呢 孔一记立刻显出 颓唐不安模样 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 嘴里说些话 这回可全是 知乎折也之类 一些不懂了 在这时候 众人也都轰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 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 我可以附和着笑 掌柜是绝不责备的 而且掌柜见了孔一记 也每每这样问他 引人发笑 孔一记自己知道 不能和他们谈天 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有一回对我说道 你读过书吗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 读过书 嗯 我便考你一考 回香豆的回字 怎么写的啊 我想烤饭一样的人 也配考我吗 便回过脸去 不再理会 孔一记等了许久 很恳切的说道 不能写吧 我交给你 记着 这些字应该记着 将来做掌柜的时候 写账要用 我按想 我和掌柜的等级 还很远呢 而且我们掌柜 也从不将回香豆上账 又好笑又不耐烦 懒懒的答他道 哎 谁要你教 不是草字投下 一个来回的回字吗 孔一记显出极高兴的样子 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 敲着柜台 点头说 对呀对呀 回字有四样写法 你知道吗 我越不耐烦了 弩着嘴走远 孔一记则用指甲 沾了酒 想在柜上写字 见我毫不热心 并又叹一口气 显出极万喜的样子 有几回 林社孩子听得笑声 也敢热闹 围住了孔一记 他便给他们回香豆吃 一人一克 孩子吃完豆 仍然不散 眼睛都望着碟子 孔一记着了慌 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 弯腰下去说道 不多了 我已经不多了 只起身又看一看豆 自己摇头说 不多不多 多乎哉 不多也 于是 这群孩子 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一记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孔一记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 大约是中秋节前的前三天 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 取下粉板 忽然说 孔一记长久没有来了 还欠十九个钱呢 我也才觉得 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道 他怎么回来 他打折了腿了 掌柜说 他仍旧是偷 这一回 是自己发昏 竟偷到丁局家人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得嘛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 谢谢蝙蝠 后来是打 打了大半夜 再打折腿 后来呢 后来打折腿了 打折了怎样呢 怎样 谁晓得 或许死了 掌柜也不再问 而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过后 秋风是一天两比一天 看看将近初冬 我整天的靠着货 也需穿上棉袄了 一天的下半天 没有一个顾客 我正合了眼坐着 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 瘟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 却很耳熟 看时又全没有人 站起来向外一望 那孔一吉 便在柜台下 对了门卡而坐着 他脸上黑 而且瘦 已经不成样子 穿一件破甲 盘着两腿 下面垫一个脯包 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见了我 又说道 瘟一碗酒 掌柜也伸出头去 一面说 孔一吉妈 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孔一吉很腿膛的仰面答道 这下回还清吧 这一回是现钱 酒要好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 笑着对他说 孔一吉 你又偷东西了 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 但说了一句 不要取笑 取笑 要是不偷 怎会打断腿呢 孔一吉低声说道 叠断 叠 叠 他的颜色 很像恳求掌柜 不要再提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 便和掌柜都笑了 我温了酒 端出去 放在门槛上 他从破衣袋里 摸出四滚大钱 放在我手里 见他满手湿泥 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不一会儿 他喝完酒 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 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 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一吉 到了年关 掌柜取下粉板说 孔一吉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第二年的端午 又说孔一吉还欠十九个钱呢